这个爱心是很好的 可是我们假如说漏入我们私人的爱 那个就很狭窄的 我们有一句话说爱不重 不生收婆 有没有听过 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人 爱我们自己的一些熟悉的人 这个都是实意私心的爱 假如说我们是实意私的爱的话 那个就不要了 因为害我们一直在六道人回 脱离不了 那么慈悲的话 各位姐姐 慈悲就是以乐 给人家快乐 就是慈 悲就是拔苦 把人家的苦拿掉 那个叫悲 所以这个慈悲是在我们佛性之中 我们佛性之中有四无量心 叫做慈悲喜神 喜就是水喜不会嫉妒 舌就是什么都可以给来 我们佛性之中祭悲 慈悲喜神 所以这个爱与慈悲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是有分配 前面的爱是大爱的话 是博爱的话 那可以跟慈悲 有一点相关联 那假如说私情的 那就不要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害我们最惨 就是我们最亲爱的人 有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要修道的话 最亲爱的人 他最会阻挡你 你努力修道的话 那就没办法 这个相亲相爱在一起了 所以你最亲的人 主爱你最大 所以我们要了解 那一个我们就要选择了 那么问题第二 应该要理直气壮 还是要理直气壮 还是要理直气壮 各位说 要理直气壮 还是要理直气壮 这个还是以大家的 那个理直气壮 因为这个理直 就是要把它推广 推广到大家都知道 那要从和来推广才容易 你气壮的话 有一点孤僻 就是一板一眼 那样缺少原容 所以那个理直气壮 比较能够设受众生 理直气壮的话 磁味是在那一个 那个贴道的那个巢穴里面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那个理直气壮 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问题三 应该要赞美鼓励 还是要 增援要求 增了一个圆 再一个战争的增援要求 这个赞美鼓励 当然是最好适合的 才能真正的提升能力 能够赞美 我们会发挥潜力 应该要积极引导 还是要正面规范 这个积极引导 跟正面规范 才能真正的调整心态 这个调整心态 倒是有两个方向 对自己的话 要正面规范 对别人的话 要积极引导 所以这个言以利矩 宽以待人 很严格的来对待自己 很宽待的来对待别人 不要反过来 第五个 如何教育与修行 如何教育与修行 有何差异 教育与修行 有何差异 这个我们就是了解 这个教育 教跟育 养育 教导跟养育 然后这个修行 它的差别点 可能教育方面 它比较符合 这个引导 群积生活 修行的话 比较类似 有一点是规范个人 就是自己要走的方向 并不是说 你教育的大众 他都要跟你修行 所以这个 有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 一牵涉到修行的话 就有那个欲验的问题 所以那个教导养育 我们就是了解说 面对大众 然后修行 就要个别 看看个别 他的需求 他有那个愿望了 你才去引导他 他没有那个愿望 你就不要强迫 所以那个差别 就在个人的 那个表现出来的 他的那个喜好 那么问题六 如何定性 与安人有何差异 这个定性 我们要了解 我们众生都是 不定种性 不定 我们都还没有一定 不定 那假如说 这个 一定性了以后 有定性神文 定性的圆觉 定性的菩萨 那我们呢 都还在不定种性 各位要定性在什么位阶 我们定性在佛 希望说 大家都有那个 要把自己定在佛的 那一种这个程度上 这个安人 是人的种名 人路是人的北名 安人叫做一心 不动 把心安住在真理上 而不动的 叫做安人 所以那个安人 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能够把心安住在真理 难道多呢 不犹豫了 不再变化了 那个是实意 安人 所以这个 一做起来 就要靠自己 去实践 那个不是 别人可以 这个 知道讲话的 所以 那一个 安人 是我们人路 Polomi的 一个种 一个种意识 那么人路 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别人 无路我 我来忍耐 那个都有限度 久了都会爆炸 那个忍耐不会久 而且 这个佛家 佛教也在讲 没有你有他 哪有那个 无路的人 没有受无路的人 没有 所以那个忍路 那个受到别人 受到别人 无路 那个是一种 比较小的 范围 安人 是种 他是 全部的 那个意识 都放在 安人 安住不动 一心 都在真理上 问题七 修持经历的 范围 是单一方向 只要善知识的吗 这个修持经历的 范围 是单一方向 只要善知 善知识的吗 这个问题就比较 有一点偏 我们要了解到说 这个修持经历 它不是单一 而是在群聚社会 然后所面对的 我们要了解说 不只有善 恶你也要去面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范围很宽广 那我们要有那个 菠萝庙智慧 来处理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要引导 引导所有的 那一些不好的 也能够走到好的方面来 因为不好就是不明理 不明理才会不好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那个经历的范围 不是单一 是要 这个单一的话 就等于要逃避到内山去修了 那个不适合 六主也讲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局 我们要了解说 所有众生都是佛性之中的众生 没有外的都是内 第八 问题第八 何谓法性 以法相 有何差别 这个法性 就是包含所有三合大地 三合大地 跟我们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全部都合起来讲 叫做法性 那凡人就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法性 一个就是法相 法相就是有形有相 法性就是没有形象 没有形象的法性 才是我们努力追求 法相都会变化 都会一直在变化 那么第九个 何谓呢 这个性空为明序 希望为世序 珍藏为心序 性空为明 希望为世 珍藏为心 这个可能是 他那个 一些中派 不一样 不一样 他的讲说内容 说这个性空 就唯有名 名称 名序 希望为世 珍藏为心 这个呢 有一点 假如说我们 刚学 或是 这个有需要 进的话 就有时候 这一些名相 就不用 这个太在意他 因为呢 那个性空 唯明 希望为世 珍藏为心 我们只要把那个真理认识 这个性空 性 它本来就是没有形象 是空的 我们把它说唯明 只有明 这样的话 就不太 跟真理相合了 那希望为世 这个倒是可以讲得通 这个倒是可以讲得通 那个希望都是认识出来的 那么真场为心 真场是真心没错 不是为心 它可以进入心 所以我们对这些名词 稍微了解一下 那么第十个 天命名诗与受克音源 有何 这个差异 天命名诗呢 那个是 接受上天的明命 单代一代的祖师 所以我们了解说 从那个 东方前十八代 西方二十八代 到我们现在 后东方十八代 这个就是天命名诗的传承 这个是诗意 天命名诗 那么受克音源 就是讲课 然后我们听课 这个受克的音源 是差别很大 所以天命名诗 跟这个受克音源 有何差异 差别是很大 那么第十一个问题 尊重与圆荣的争议为何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尊重 尊重就是供养之佛 我们对所有众生都尊重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 不管他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 我们都尊重 这个叫供养之佛 我们供养之佛就是尊重 然后延荣 延荣是在处事方面 我们处理事情 就是要延荣 能够这个延满 大家都能够接受 能够延荣 那个是处理事情的时候 跟那个尊重 是两个角度 有十一个